亲爱的同学们,你们好,欢迎来到张英老师的数学课堂。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是核叉倍问题。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梨。 果然里共有260棵桃树和梨树, 其中桃树的棵树比梨树多20棵。 问桃树和梨树各有多少棵。 那这是一道应用题,对吧? 用题我得从问题右手。 早提问的是桃树和梨树各有多少棵。 那我们得来看一看一条件都告诉我们哪些信息。 一条件说了,果然里共有260棵桃树和梨树, 那这260是他们的什么呢? 核。 很好,260是他们的核,对吧? 那我就给它画出来,写上核。 那其中桃树的棵树比梨树多20棵。 那你知道这20是他们的什么吗? 差。 非常棒,这个20是他们的差,对吧? 那么在这里谁多谁少你知道吗? 通过这一句话。 桃树的棵树比梨树多20棵。 谁多谁少? 桃树多。 很好。 桃的是多的,梨的是少的。 这20是他们的差,对吧? 然后让我们分别求出这两棵树各是多少。 那么这种类型题呢,就是我们奥数中的核差问题, 以及两个树的核和他们的差,让我们分别求出这两个树。 核我们知道了,差我们知道,让我们分别求出这两个树,对吧? 那我们发现在这里有多有少, 那我们核差问题通常情况下是画线段来分析的。 那么在这里虽然桃树和梨树各是多少,我们不知道,对吧? 那我可以随便画一段来表示。 那你说我先画谁比较好呢? 画桃树比较多,梨树比较少,对吧? 那我通常情况下画这线段图呢,先画少的这个比较好。 谁少啊? 梨树。 梨树少,那我就画一小段来表示这个梨树。 是多少?我不知道,我只用一小段来给它表示出来, 就可以了。 那好了,接下来我该画谁了? 画桃树。 桃树,对不对? 桃树有几棵,我也不知道。 但是桃树画的这个线段一定要比梨树长还是比梨树短? 比梨树长。 很好,因为它要比梨树的棵数要多。 所以它画的一定要比梨树长一点,对吧? 那好了,这是梨树,这是桃树。 那图上的这个椅子条件的信息,我在图上还有谁没有画出来呢? 嗯,还有核。 很好,它不说一共有二百六十吗,对吧? 一共既然是它们两个都包括的,那我就在后面画一个大括号,表示一共这是二百六十颗。 还有谁我们画出来? 还有叉。 很好,叉。 那你知道叉是哪儿吗? 叉就是比梨树的那块。 很好,我们两个相同,个数相同会有叉吗? 不会。 不会,我比你多才是有叉,对吧? 那我多出来多少,就是我们之间的叉,对不对? 那么它们的叉我们就找到了,就是这一小部分,就是它们的叉,对吧? 就是桃树比梨树多出来的,二十颗。 通过我们读题呢,我们就把这个线段图啊,给它画完了。 接下来让我们求的就是桃树和梨,各有多少颗,对吧? 那么发现还是不知道啊,就知道它们的核,知道它们的叉,它们两个个是多少,我求不出来。 那我们就得来认真观察一下这个图了。 那你说,像刚才老师说的,如果相同的说会有叉吗? 不会。 不会,对吧? 我比你多才的叉会有叉,对不对? 那如果没有这一段叉的话,它们两个一定是什么样的? 相同的。 相同的,对吧? 那么知道它们的核,知道它们都相同,那也就是核里边有两个,那相同的两份就其中一份,好不好求啊? 好,好。 就用核去除以二就行,对吧? 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可是不是一样的呀。 那么能不能想办法把它们两个变成一样的呢? 能。 能,好,那你告诉我,变成一样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呢? 嗯,可以把不同的给减去。 哎呀,好,我可以把这一段给它去掉,对吧? 那我要把它去掉的时候,你说核变没变? 核变了。 变了,对不对? 原来这260里边包括这20核呀? 包括。 是包括的,对吧? 那你既然要把这20核给它去掉,说明核里边少了20,对不对? 嗯,那你要用核里边先减掉这个20,才是里边有两个一样多。 然后再求其中的一份就比较好求了,对不对? 嗯,那我既然问你,你求出来的一份是谁? 是梨。 很好。 那么在这里你需要先求梨的个数,对不对? 嗯,那我就先求梨。 那先求梨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呢? 通过我们的观察,读知道核知道差了,分别求出这两个数。 通过我们来观察我们就发现了,如果没有多出来的这小尾巴, 它们两个就完全一样了,对吧? 嗯,那我就可以去把这小尾巴给它去掉,让它们两个变成一样多。 那我要把它去掉的时候,核也要减少20,对吧? 那么现在它们的核就变成260,减20了。 那我把它减掉就发现核里边有两个,一模一样长的,对不对? 嗯,就一个我直接再去除以。 嗯,就可以了。 好了,我们来算一算。 260减20等于几? 240。 240,再去除以2等于多少? 等于120。 120颗,那我求的这是谁啊? 是梨的。 梨的,对吧? 那梨的颗数求完了,求桃你好不好求呢? 好求。 桃比梨数多,20颗。 那我直接用120, 加20,就是我们桃的颗数,对吧? 嗯。 那我就求完了,等于140颗。 那这条题我们就做完了。 我们做的时候,我是先求出是少的, 也就是梨的颗数,对不对? 嗯,那我求梨的时候,我是要把他们, 把这小尾巴给它去掉。 那要去掉小尾巴的时候,核也要少, 这20颗,对吧? 嗯,那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式子。 260是它们的什么? 核。 20是它们的什么? 叉。 很好。 那我们直接用到它们的核,减掉它们的叉, 然后得出来的数,再去除以二,得出来的是谁? 是梨的。 也就是这里边大的数,还有小的数? 小的。 小小的,对吧? 那么我们的核杀问题,那公式就出来了。 我要用核,减,差,再除以二,得出来的是小小数,对吧? 那我能不能,刚才我是要把它们变成一样多的时候, 我是把尾巴去掉,对不对? 嗯。 那你还可以怎么做呢?让它们变成一样多? 嗯,给少的加点。 哎,很好。 那既然变成一样多了,我逐都可以把它剪掉,让陶和梨变成一样的,对吧? 那我还可以怎么样呢?我可以给梨多一点嘛,对吧? 给它加上这20,是不是它就和陶是一样多的了呀? 嗯。 那我问你,那原来这20颗是没有的,对吧? 那我硬给它加上20颗,你说它们的核变不变? 变了。 多还是少? 变多了。 多了多少? 20颗。 哎,也要多出20颗,对吧? 所以在这里呢,同学们一定要记住,我要先求陶的话,也就是挑大数,可以怎么求呢? 我可以给这个梨多一点,对吧? 嗯。 那我多给它增加多少,它们变成一样多呀? 差。 多给它加上20,对吧? 那多给它20,它就和陶变成一样多了,那么核也要多出来啊? 20。 那我发现,这样的话,核里面就有两个完全一样的,就其中一个直接除以2就行,对吧? 那我是先用,它们的核,先多了20,因为我要给这个梨多加了20,它们它的核也多了20,对吧? 嗯,那在这里,核我们知道了,核里面有两个,一模一样的,就一份,那我直接再去除以2,260加2是等于多少? 280,280,再去除以2,等于140,单位是颗。 然后桃数,我们知道了,然后桃数,我们知道了,求梨数怎么求呢? 我可以用总数减去桃数的,就是梨数的,我还可以用总数,桃不是比梨多20吗? 那我直接用桃的,减掉20,就是梨的120克。 这道题,我们是不是就做完了呀? 嗯,那好了,同学们,这道题我们做完了以后,我们就来总结总结吧。 那我先求梨,也就是较小的数里边,我们是用它们的核,减掉,差,再去除以2的,对吧? 嗯,那我先求较大数的时候呢,260是它们的? 核,20是它们的? 差,那我是用核,加上它,再除以2。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完整的解题过程。 好了,这道题我们做完了,接下来我们来总结总结吧。 在核差问题中,我可以先求较大数,那么较大数可以怎么求啊? 用核加上差,再去除以2。 较大数求完了,用较大数减掉它们的差,就是较小的数。 那我还可以怎么求啊? 我先求较小数的时候,我可以用核,减,差,再去除以2,得出来的是较小数。 较小数知道了,从小大数呢? 直接用小的加上它们的差,就是较大数。 这道题我们就做完了,对吧? 那么核差问题我们知道了,一定要记住。 核差问题是要知道两个数的啊,核,还要知道它们的差,来分别求出这两个数。 它们的工序一定要记住啊。 接下来我们来做一道练习题。 丁丁在期末测试中,语文数学平均分是91分,数学比语文多两分,那么丁丁语文和数学各得了多少分呢? 那么应用题我得从问题入手,对吧? 嗯,问的是丁丁语文数学各得了多少分,让我们求出语文的成绩和数学的成绩。 那在这里你这条件都告诉我们什么了呢? 语文数学的平均分是91分,还是要语文比数学多两分。 那我问你,多的这两分是它们的什么? 差。 差,对吧? 嗯。 谁多谁少? 语文多。 诶,数学比语文多两分,数学多语文少,对吧? 嗯。 数学比语文多两分,数学多语文少,那这两分就是它们的差,对不对? 嗯。 知道差了,让我们分别求出这两个数,还差谁? 和。 和,对吧? 和差问题,我必须知道它们的和,还要知道它们的差。 现在和你知道吗? 不知道。 我只知道平均分是91分,那你知道平均分是怎么得出来的吗? 是用和去除以分数得出的,叫做平均数,对吧? 嗯。 那我现在接到了平均数了,还是要就是两个学科。 如果得出来的这个平均分,那你能不能求出总数呢? 能。 怎么求? 用91乘以2。 很好。 那么在这里你要记住啊,我们知道了平均分呀,想求总数的话,那我直接用平均数去乘以分数。 在这里语文数学是两个学科,对吧? 那我直接用91去乘以2,得出来的是它们的和。 好了,91乘以2里多少? 等于182。 好,182分。 现在他们的和,现在他们的和我是不是知道了呀? 知道了,和,知道了,差分别求出这两个数,什么问题? 和差。 和差问题。 那我要先求脚大数,也就是先求数学的时候,我应该怎么求呢? 用和加。 和,很好。 好,182加上差,再去除以2,对吧? 只是求脚大数的。 182加2等于184,再去除以2等于? 92。 92分。 做完了吗? 没。 还有谁的没有求? 语文的。 语文的,语文的我可以怎么求呢? 用小大的。 很好,我可以用和减去数学的,就是语文的。 那我还可以用大的数,减掉差就是较小的,只有10分,这道题我们就做完了,对吧? 那我们发现,做这道题的时候,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它的和,但我能不能求出来呀? 能。 能。 知道和,知道差分别求出这两个数,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和差问题,对吧? 那我们和差问题我们知道了,那我先求较大数呢,我可以用和加差再除以2。 那我要先求较小数的话怎么求啊? 和,解,差再除以2,对吧?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完整的解题过程。 这道题呢,我们就做完了。 那我们今天最开始先学习的和差问题,对吧? 那么一会儿呢,我们就会学习的是和背问题,还有差背问题。 那么同学们,休息一会儿,马上回来。